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呃...今天... 呃...我相信這個... 在台灣的所有人 甚至包括在大陸沿海省份的 朋友應該都 可以感受到 今天台灣的這個 大地震 瑞士規模7.2級 後來...後來測出來嘛,應該是7.2級的這個大地震 那這一次的這個大地震 呃... 我想想想,我是已經超過40歲了嘛 那...我經歷過921的 那...我覺得這一次應該是921以來 921以來 我在台灣經歷過最大的一次地震 就是...等於是僅次於921啦 那...呃...目前這個地震 已經發生了嘛 那...但是這個 有沒有後續...呃... 災後...統計的這個... 進一步的資料 可能...這幾天慢慢才會出來 但是目前看起來好像... 死亡的人數沒有...很多吧 哦...因為921那一次我記得很多人是... 建築物倒塌,然後被火買 哦...那...甚至還有整個... 整個村都...都...都陷下去 然後整個火買,然後還有土石流這樣 所以...921那一次的死傷真的是很多啦 那這一次相對於921來講 那個...受災的程度 我覺得小很多啦 當然...當然我...我... 這受災都是不好啦 哦...但是我...我...我只是講 畢竟我們這種...上了年紀的... 有經歷過921大地震呢 那...我真的覺得這一次 在我個人的感受來講 啊...還好啦...我個人是覺得還好啦 那我今天又有去那個...呃...等於是... 災難現場吧 哦...地震...地震災難...的現場 在...新北市新店這邊有一個社區 哦...那個...因為現在媒體也爆出來 就頂好社區啊 在新北市新店這裡 那...他...因為地震... 那個地層就整個下線 那整個社區就陷下去啊 那...呃...很多建築物都...都...都等於是... 呃...2樓變1樓 然後1樓變地下室這樣 但是...呃...我...我去的現場 現場我就看到地層下線嘛 露出一...一堆那個土 裸...裸...裸露出來了 那現場就在... 應該...應該不是搶...搶救應該補搶 因為...沒有人員傷亡啦 也很幸運這個時間點 大家已經去上班幹嘛了 那也沒有說整個被埋下去 然後大家都逃出來了 所以...呃...我有訪問現場的那個...呃... 現場的鄉親父老 就住那邊的人嘛 就是...沒有...就...就那個社區啦 沒有人受災喔 沒有人...不是受災...沒有人...呃...死...死傷啦 這個是不幸中的大幸 好...那...詳細大家可以去看我今天去現場拍的那支直播影片 呃...就是大家可以看那個地...裂掉啊 然後那個地層下線啊 大概...大概的情況 但是因為...我去了現場看 那我經歷過921 我也看過921那個...地層...下線 然後還有...地斷斷裂...裂開來的那種...那種樣子喔 我真的覺得這一次...相比於921 啊...那個這樣真的叫九牛一毛喔 呃...如果...呃...如果今天是在台灣的...民眾喔 那應該...還有觀眾啦 那應該感受到今天這場地震 那...你可能太年輕 你沒有經歷過921 那我大概跟你...講述一下921是怎麼樣的情況喔 921大地震時候...發生... 那地震不是發生都還會有餘症嗎 像這一次的地震發生了以後...也大概... 十幾次的餘症...幾十次...有...有感無感的加起來幾十次的餘症 可能幾十次上百次都有喔 那...餘症其實也蠻大的喔...但是就是...有感的就...啊...還來還來喔... 呃...但是餘症應該都比主症小啦...一般來講都是這樣喔...那...如果你...沒有經歷過921...那我跟你們講...講述一下...啊...921大地震時候的餘症...大概就等於今天的主症...的那種感覺...啊...我不誇張... 921大地震時候的餘症...等於...那個強度...等於今天的主症...啊...921大地震的餘症...非常非常可怕...啊...因為...因為那個主症...太強了...所以它餘症也是...很...很大的能量釋放...啊...加上它的那個鎮央又在...南投那裡...台灣的這個...奔島上面...啊...那我...今天...借著這個...這個台灣... 4月3號今天發生的大地震...我就跟大家順便回憶一下...呃...老人家嘛...最愛回憶...回憶一下921大地震...發生時候的...那個時候的...情景...我個人...回憶一下大概是怎麼樣...回憶921的那一天...啊...那一夜...啊...呃...那應該是1999年吧... 對...應該是1999年...啊...1999年的9月21號...那一天晚上...啊...呃...呃... 二十多年前嘛...不跟...跟現在不一樣...大家現在...現在都...呃...呃...不管是什麼...通訊軟體啊...不管用微信啊...用LINE啊...還是什麼...打字啊...語音啊...啊...很方便...但那個時候我們還是...還會講電話...手機也沒那麼普遍...有啦...但是沒有那麼普遍啦... 那...我們那個時候...我是跟女生半夜在講電話...講室內電話...那我...我們...我雖然是用室內電話...但是...室內電話有那種...無線電...啊...但是他還是...吃室內的那個電話線...只是...他有一個主機...然後你可以拿著無線電...然後在室內範圍這樣走走走走...啊...那他還是...他還是...室內電話啦...啊...那我記得我當時跟女生在講... 是...講電話的時候...講...半夜在聊嘛...聊得很開心的時候啊...那...那個時候...921大地震...發生...那發生的第一個時間...是什麼感覺呢...啊...呃...他地震...有分那種...上下的波...跟左右搖的波...啊...他...他有兩種波...啊...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啦...啊...但是我...我親身經歷...921大地震的時候... 他是上下的波...先到達我...到...到達我這邊...啊...因為他是從...南投那裡嘛...我是在台北...啊...所以我跟女生在聊天的時候...一開始我跟他聊...欸...怎麼...怎麼地在...上下洞...就...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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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洞...那種感覺...那他說...欸...對耶...欸...你有沒有感覺到...啊...我也有啊...就那種感覺到...啊...然後呢...電話就斷掉了...啊...我先感到...感受到... 上下洞的這個...震波...然後我的電話就斷了...啊...因為我是用室內電話...可能...可能是因為停電還是什麼的關係...所以...他電沒有弄了...然後我電話就斷了...然後電話斷了以後...我就站起來...我發現什麼事...然後接下來這個時候...左右搖晃的...震波就到了...然後...就開始...砰...整個就...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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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完全...站不住...你身體是站...站不直的... 啊...很誇張...因為我已經站起來...我走到門邊...那...但是...太搖晃...你根本站不直...所以我...手就扶著門邊...但是門已經是打開的...那我站不直...所以我就...手抓著門邊...我印象很深刻...啊...但是他搖晃的太大力...所以那個門就一直在打我...這樣...我就一直抓著門邊...然後門就一直打我...砰...砰...砰... 然後...他真的...但我也管不了那麼多...因為當下...實在是太搖晃...我已經根本不知道是...是...是...呃...講...講英文叫做...What the hell...什麼...什麼鬼啊...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啊...然後就這樣...啊...大概...莫約...約莫...幾十秒都有...啊...很...很久...搖得很久...搖得我頭都昏了...啊...也被門打得很痛...因為...你想...門這樣一直狂一直打我...啊... 然後大概...地震漸漸停止...然後...我才... 那個真的叫...驚魂未定...我就是想...我這輩子沒有被地震下過...啊...921是唯一...是...因為我是非常非常不怕地震的人...啊...我...我...包括今天這場大地震...我也是...繼續躺在床上...啊...那可能震了我就覺得...醒來了...啊...好像這個有點大...啊...震完了我又繼續睡了...啊...921那一次真的叫做靠北... 雷大...啊...然後呢...就醒來了...那當然...就跟家人互相問...欸...什麼事啊...怎麼樣啊...啊...啊...然後就...哇...真的是...那個叫...驚魂未定...那...我記得那個時候地震一發生... 第一...第一個主震發生了以後...我還...我還在跟...我...我...我們家人在討論嘛...欸...到...我剛剛那個地震的好大喔...然後接下來呢...余震來了...余震的強度...大概就... 就等於今天的主震...那麼強...然後就...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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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哇...這個好大喔...但是...畢竟沒有...主震那麼強... 所以你只是覺得這個好大...但是你還是相對來講...站著扶著...但是...因為還是蠻大的...所以...等到余震發生了以後... 我們...我們就出門了... 我們就...出門...就...那個時候就有很多人...就從家裡面的那個... 建築物走出來...走到空曠的地方... 走到空曠的地方... 因為...不敢...就真的會...會怕... 因為太搖晃...你在家裡面真的太搖晃... 然後大家走出來...然後包括所有鄰居啊...還有社區的那些... 大家都走在大街上...然後就...哇...而且因為也停電了嘛...什麼...然後就...因為電可能都已經被震斷了...然後怎樣... 喔...那...所以我記得921那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真的...對我來講是...非常驚恐的一次體驗... 而且...921發生了...之後...那真的是有...災難的那種感覺...喔... 我記得大家開始搶物資...超級市場還是什麼...東西都被搶光...喔...什麼泡麵...什麼電池...什麼...什麼手電筒...什麼...能搶的...大家全部都搶光...喔... 那...呃...而且這種恐慌的情緒...一直...蔓延了...就是...等於是...之後都還有...因為...後來那個...電回來了以後... 那你會看新聞報導...喔...你就知道...哇...原來南投...發生了這麼...這麼慘的事情... 那台中...好多...好多那個樓都倒了...包括台北也倒了幾棟樓...喔...我記得那個東興大樓...台北有好幾棟樓也倒了...喔... 然後那個時候就...哇...好多人被...埋在這個...土力堆下面...喔... 那...那個時候你的那個...呃...那個叫做... 災...災難症候...症候的...創傷症候群吧...喔...的那種感受... 一直延續著...就...哇...真的好可怕... 我真的好可怕...喔... 所以...這個就是我...那個時候經歷921的感覺啦...喔... 那真的是有... 劫後重生的感覺... 那相對於這一次... 相比於921...那這一次真的就... 唉...還好啦...喔... 有的時候真的不要怪我們老人家移老賣老... 但是...唉...真的就...真的相比於921... 你經歷過921... 你就會覺得那一次還好啦...喔... 而且那個...那個因為我... 921發生在半夜...但是我是醒的... 而且我是正在跟妹講電話... 所以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上下震動的...震波...先到...喔... 那你是先感受到上下... 而且地是上下震喔... 這個時候都在上下震喔... 你只是覺得在上下... 然後...開始...斷電...停電了... 電沒了... 然後開始左右搖... 所以這個...順序我都記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這個...後來才... 呃...後來才知道...喔...原來地震有分上下波... 有分左右波...然後這樣喔... 後來才...才...了解到科普這些... 但是我親身經歷...就發覺...欸...很特別...喔... 那...不管怎麼樣啦...喔...這種... 好像人的一生... 尤其是我們在台灣啦...在台灣的... 每一個人啦...你一輩子一定要經歷過... 好幾次的地震吧... 比如說三次吧...喔...你要經歷過三次... 呃...等於是災難級的大地震...喔...在台灣... 如果你...一輩子都活在台灣的話... 你要經歷三次...喔... 那如果921算第一次... 那這一次算第二次... 我可能還要再經歷一次...對不對... 所以...就...還好啦...但是相...相比於這一次... 相比於921...真的這一次...還OK啦...喔... 那...呃...我記得... 921大地震發生...也對當時的... 其實對當時的兩岸情勢... 有若干緩解的作用喔... 因為...921發生的那個時候... 李登輝他... 呃...講那種兩國論嘛... 他講台灣跟大陸是... 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那剛好2000年要總統大選...喔... 所以那個時候情況... 其實兩岸的情勢... 其實還蠻緊張的...喔... 那...結果921一發生... 反而...呃... 某方面來講... 緩解了兩岸... 這種比較緊張的情勢... 就...畢竟發生災難嘛... 那...大陸這邊也... 發表了這個... 慰問... 那記得當時他們也透過他們的紅石智慧... 好像也... 捐了不到10萬美金還是多少... 給...給我們... 所以...相對來講... 921大地震反而... 當時... 緩和了那個時候兩岸緊張的... 氛圍啦...喔... 那...後續當然就是... 有...呃... 過了一兩個月... 大家在... 呃...救災... 然後再後重建之後... 又開始選舉了... 喔... 然後就... 那個...又...又開始炒作一些議題...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大陸的國務院的總理... 朱鎔基先生... 喔... 就...在選前... 就特別說... 誰搞台獨... 誰就沒有好下場... 喔...結果... 陳水扁就當選了... 喔... 我印象都很深刻... 喔... 唉... 媽的...年紀大了... 回...回憶其往事總是特別清楚... 喔... 好啦...總...總之啦... 所以... 藉著這一次的這個... 地震啊... 我就想起了... 二十多年前的... 九二一大地震... 唉... 還好啦... 相比於九二一... 這一次真的還好啦... 喔... 好不好... 不要大驚小怪的... 喔... 好... 唉... 這個...就是... 今天的這個... 關於地震的話題... 跟大家聊一聊... 順便回憶一下... 九二一啊... 好... 來... 那我跟大家講... 第二個話題...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 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 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 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唉...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